欢迎来到我们的2024巴黎奥运节目 今天的新闻非常精彩 首先我们来看看游泳明星Sai Elab Dressel的最新动态 经历了东京奥运会的辉煌后 Dressel在2022年世界锦标赛中突然退出 并远离泳池数月 如今他正在努力找回当初那份纯粹的游泳乐趣 期待在巴黎奥运会上再创佳绩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山地自行车赛场 奥运冠军Tom Pitt Clark在瑞士的Grantz Montana 赢得了山地自行车世界杯赛事冠军 并将目标转向即将到来的环法自行车赛 而女子组的Lawanna Lecomte也在这次比赛中夺冠 为她的巴黎奥运之路增添了信心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网球名将Andy Mary的最新消息 Mary因背部手术可能无法参加今年的温网 这让她的奥运参赛前景也变得不明朗 Mary曾表示如果无法在最高水平上竞技 她可能会选择在温网或奥运会后退役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美联社报道 凯勒布·德雷塞尔这位游泳界的明星 尽管在美国游泳选拔赛中取得了两场胜利 并准备在巴黎再度夺得多枚奖牌 但她在幕后经历了一些黑暗时刻 在东京奥运会之后 德雷塞尔赢得了五枚金牌 但明星的重压让她在2022年世界锦标赛中突然退出 并远离游泳数月决心重新找回游泳的乐趣 尽管她在努力中取得了一些进展 但德雷塞尔承认自己仍在适应明星带来的压力 她渴望回到童年时单纯游泳的快乐 但知道这也不可能 她努力在训练和比赛中找到乐趣 并与妻子和四个月大的儿子分享这些珍贵时刻 她在选拔赛中表现出色 尽管她的成绩还需进一步提高 才能在巴黎夺金 但她对比赛的热情和竞争力依然强烈 在瑞士克朗蒙塔纳举行的 山地自行车世界杯比赛中 奥运冠军汤姆皮德科克 展现了强大的实力 轻松击败了对手马蒂亚斯 弗鲁吉格赢得了比赛 皮德科克在赛后表示 他在比赛中保持了一定的谨慎 以避免受伤 因为他这即将参加还法自行车赛 皮德科克在比赛中早早建立了领先优势 并在比赛结束时 以一小时26分28秒的成绩夺冠 在女子比赛中 世界银牌得主洛阿娜·勒孔特 获得了他本赛季的首个世界杯冠军 为他在巴黎奥运会上的表现增添了信心 勒孔特表示 他喜欢这条赛道 并期待明年在这里举行的世界锦标赛 世界杯赛季即将结束 选手们将继续为即将到来的奥运会做准备 《独立报》报道 安迪·穆雷的温网命运充满了不确定性 尽管ATP巡回赛一度宣布他将因背部手术缺席温网 但这一消息随后被删除 穆雷的团队尚未正式确认这一消息 并表示将在未来几天观察他的恢复情况后再做决定 穆雷在女王俱乐部的比赛中因背部问题退赛 并在赛后接受了手术 尽管穆雷曾表示温网或奥运会将是他退役的理想场所 但他的职业生涯一直受到伤病困扰 包括背部问题和宽部手术 如果他无法参加今年的温网 他可能会选择在奥运会后退役 或者在美网或戴维斯杯中进行告别 穆雷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 但他仍有多个选择来结束他的职业生涯 Tale Graph报道 英国和美国的运动员将在巴黎奥运会上自带空调设备 这给举办 最绿色奥运会的 愿景带来了挫折 奥运村的公寓设计 采用地热冷却 这是一种自然且更节能的替代方案 旨在减少对耗电空调的依赖 然而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 英国 美国 澳大利亚 意大利 挪威 德国 加拿大和巴西的运动员 选择自带空调设备 美国奥委会和残奥委会首席执行官 沙拉 赫西兰德表示 运动员们认为 这是他们表现能力的关键组成部分 澳大利亚奥委会更进一步 在每个房间都安装了空调 这一消息 在奥运会开幕前一个月传出 巴黎市长安妮 伊达尔哥 一直是绿色倡议的坚定支持者 并声称她将在7月在塞纳河中游泳 以证明河水已经被清洁 奥运村位于巴黎北部郊区的河岸上 将在奥运会期间 容纳14,250名运动员和工作人员 残奥会期间 容纳9,000名运动员和官员 负责奥运和残奥设施建设的 萨拉迪欧集团表示 建筑物设计由河流冷却 预计与传统空调系统相比 运动员村的碳排放量减少45% 奥运会结束后 村庄将被改造为一个新的社区 容纳6,000名居民和6,000名员工 南华早报报道 两届温网冠军安迪、穆雷 在接受几株囊中手术后 可能会错过温网比赛 这也让他能否身家巴黎奥运会 变得不确定 ATP巡回赛在一条X推文中 透露了这一消息 但随后删除了该推文 穆雷的团队尚未正式确认这一消息 ATP的推文写道 在接受几株囊中手术后 安迪、穆雷将无法参加温网比赛 穆雷原本希望在草地大满贯比赛上 做最后的告别演出 但37岁的他需要6周时间从手术中恢复 而温网将于7月1日开始 穆雷在伦敦的女王杯热身赛中 对阵澳大利亚选手的乔丹 汤普森的第二轮比赛中因背部受伤 紧打了5局就退赛 他表示比赛开始时感觉右腿无力 失去了协调性 穆雷曾在2013年接受过小型背部手术 最近在法国公开赛首轮失利后 表示需要治疗来缓解疼痛 他在5月才从脚踝受伤中恢复 重返赛场 并计划在温网与兄弟杰米 一起参加单打和双打比赛 《独立报》报道 安迪、穆雷的健康状况 仍然充满不确定性 ATP在推特上发布 并随后删除了他 退出温网的声明 自2017年背部受伤以来 穆雷一直面临着多种健康问题 上周三 他在女王被第二轮比赛中 因背部和腿部疼痛 无法自由移动而退赛 穆雷于周六接受了手术 电讯报周日报道称 37岁的他被建议休息6周 这意味着他很可能退出 将于7月1日开始的温网 ATP在推特上写道 在接受脊柱囊中手术后 安迪、穆雷将无法参加温网比赛 但该消息很快从社交媒体上删除 穆雷的团队表示 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如果伤势如报道所言严重 那么他参加7月底 巴黎奥运会的前景 也变得不明朗 穆雷希望在温网再度亮相 但最新的手术 可能会结束他辉煌的职业生涯 包括三次大满冠冠军 和两枚奥运金牌 穆雷在女王杯退赛后表示 他的背部问题 已经困扰了一段时间 尤其是在法国公开赛后 没有得到右侧背部的治疗 他希望在温网前 能找到解决办法 以便恢复正常的比赛状态 CBC报道 安迪、穆雷因背部手术 将缺席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 ATP在社交媒体平台X上表示 安迪、穆雷在挤住囊中手术后 遗憾地退出了温布尔登 好好休息 安迪我们会想念你的 穆雷在女王俱乐部锦标赛上 战胜阿列克谢剥皮林后 由于伤病退出了第二轮 对阵乔丹、汤普森的比赛 背部问题 在法国网球公开赛期间加剧 使得这位前世界第一 无法参加他赢得过两次冠军的温布尔登 现年37岁的穆雷 在2019年进行了髋关节表面 置换手术后重新焕发职业生涯 但在顶级赛事中 一直难以进入后期阶段 并且最近在迈阿密公开赛上 还遭遇了脚踝受伤 他曾表示 可能不会在下赛季继续比赛 如果能在全英俱乐部 或巴黎奥运会上退役 将是他辉煌职业生涯的完美结局 《独立报》报道 安迪、穆雷 在接受脊柱囊中手术后 将缺席温布尔登 37岁的穆雷 原本希望在今年夏天的温布尔登 做最后一次告别演出 但在周三退出 女王俱乐部锦标赛第二轮比赛后 于周六进行了手术 他现在需要大约六周的恢复时间 这也使他身家巴黎奥运会的可能性 变得非常渺茫 ATP在推特上表示 安迪、穆雷 在挤住囊中手术后 遗憾地退出了温布尔登 好好休息 安迪 我们会想念你的 穆雷的背部问题 自2017年成为世界第一后 一直困扰着他 这次手术可能意味着 他已经打完了职业生涯的 最后一场比赛 《独立报》另一篇文章指出 安迪、穆雷因背部受伤 可能无法参加2024年的温布尔登 并可能在退役前 打完了最后一场职业比赛 这位两次温布尔登冠军得主 在周三的女王俱乐部锦标赛 第二轮比赛中因背部和右腿疼痛 无法自由移动而退赛 穆雷在今年夏天前曾表示 他可能会在温布尔登 或巴黎奥运会后 结束他20年的职业生涯 根据《电讯报》报道 穆雷在挤住囊中扫描后 被建议休息6周 这使得他很可能无法参加 下周的温布尔登锦标赛 并且他本计划与哥哥杰米搭档 参加双打比赛 这次手术可能会结束 他辉煌的职业生涯 包括三次大满贯冠军 两枚奥运金牌 和46个职业冠军 穆雷在女王俱乐部退赛后表示 他在罚网后 没有正确治疗背部问题 导致右侧背部疼痛 他将在第二天进行扫描 以确定问题所在 并希望在温布尔登前 找到解决办法 穆雷在周二的比赛中 战胜了阿列克谢 波皮林 但在周三的比赛中 明显感到疼痛 最终在第一盘4比1落后时退赛 这是他11年来首次殷伤退赛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 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 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 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Morning sunlight on the street City whispers soft and sweet Faces mix in daily grind Every story intertwined Cultures blend like colors bright Languages in the silent night On the table stories told Food and feast upon so bold People living day by day In the heart they find their way Sharing moments voices sing In this world of everything In this world of everything Society in rhythms beat Entertainment's fleeting heat Echoes of our wars and fears Laughing through our unseen tears Children playing in the park Drawing dreams till after dark Elders speak of days gone by Washing shadows from the sky People living day by day In the heart they find their way Sharing moments voices sing In this world of everything Society in rhythms beat Entertainment's fleeting heat Sharing moments voices sing In this world of everything Sharing moments voices sing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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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